我们都知道擅自打开飞机的应急舱门 肯定是危害航空安全的行为 但是前两天有一位乘客在深圳机场就这么做了 乘客们不仅不怪他 还在为他求情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8号下午 一驾从深圳飞往北京 云定下午6点05分起飞的飞机 在6点35分安排乘客换乘到编号为KN5858的东方航空客机上 之后一直等到了9号凌晨 乘客表示由于长时间等待 加上机内没有开空调 有体质较弱的乘客陆续出现缺氧状况 视频显示 飞机乘务员尝试为一名乘客输养 然而面对机上多位乘客的不适 乘务员显得力不从心 就在这个关头 一位靠近机门的乘客自行打开了飞机的应急舱门 随后两名昏迷乘客被送院急救 而打开舱门的乘客则被民警带走 到9号凌晨1点 航空公司宣布航班取消 乘客才得以离开他们被关了六七个小时的机舱 昏迷乘客陈女士回忆 自己因为患有心脏疾病一度缺氧昏迷 所以很感谢打开应急舱门的乘客 那么这名男子打开舱门的行为 到底应该怎么定性 还得取决于飞机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对于9号凌晨发生的事件 深圳机场方面表示 最近暴雨天气增多 导致机场一度出现大规模航班掩幕 他们强调事件过程中一直没有断过空调 我们也在跟东海岸这个联系 我们看机场 看空调这个 他的这边是牵涉到我们机场的看護 问了一下我们这边不知道 这个是什么 全程是没有断过空调的 好闷 缺氧 缺氧 对所有人都就是很呼吸 就是很困难 没有看空调 从通知取消到一个小时以后 陈女士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晕倒了 她的丈夫说 一名中年男子曾多次询问乘务员 是否通报救人 记者随后来到将开门男乘客带走在西航站区派出所 了解男子目前的情况 根据现行的法律法规 那么乘客不能私自打开这个紧急的安全门 这个这是写在有关的法律条例里的 他确实又因为这个乘客处于突发情况 那么需要这个通风透气的时候 他这种情况 这种行为不是有意的违法 那么因此在处理的时候呢 相关部门呢 会考虑到他的这种特殊情况 给你一个从轻甚至不处罚的这种情况 感谢您的 개인选择 然后一下 YOU 感谢观看